好的,我们昨天所讲的第一堂是讲到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为什么?我有几点 第一,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天上会怎么样啊? 就很欢喜了,天堂就 整个天堂就为我们欢喜了,所以当我们 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有罪 我们真心的悔改,愿意离开罪,神就很开心了 第二,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怎么样啊? 马上亲近我们,我们藏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怎么样了?就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多结果子,这个果子从哪里来的? 从神的同在 带来的,因为神里面有恩典 所以祂在哪里,祂就祝福 所以为什么我们亲近神就有果子呢? 因为神的生命是充满喜乐平安的 所以祂在我们里面就发出这个恩典 这个恩典就流露出来了 然后,我也说 神为爱的人预备是什么呢?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 所以当我们爱神 神就必定祝福了 然后,我们将一杯凉水 给谁啊? 给属基督的 属基督的 我们就怎么样了? 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做最小的事情 是尊重神,神就喜悦 神就祝福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做任何圣经吩咐的 神都很喜悦 我就可以很开心了 我就可以很平安了 所以我告诉你 我整天是怎么样了? 我整天是感恩 喜乐,平安 哈利路亚 加美酒 我也相信神喜悦 所以我这里面是很开心的 哈利路亚 我整天是在这个状态 我告诉你 祷告不一定是闭上眼睛 然后讲很多话 祷告不一定是这样的 祷告可以是这样的 在里面就喜欢神 神真好啊 你整天喜欢神 你做什么事情 你做饭 你洗碗 你剎牙 洗澡 都可以一边享受神 神真好啊 你喜欢神 神就大大的祝福你 所以我希望你会放在记忆里 我喜欢神 神就喜悦我 神就祝福我 以夜口为乐 祂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 这个是我的喜乐的秘诀 我想问你 昨天聚会之后 你有没有这样做呢 你有没有整天说 啊 我喜欢神 神就喜欢了 他就开心 我也开心 这个是喜乐的秘诀 喜乐的秘诀 不是事情顺利 有些小事情会顺利 但有些时候 事情不顺利 我还是说不要紧 有人的问题 我不要放在心上 是别人的问题 我就去享受神 感谢神 我的生命就会神喜悦 神喜悦我就开心了 我整天都去 哈利路亚 我醒过来 哈利路亚 神真好啊 我希望你们都有这个习惯 你就整天都很开心了 然后 后来我也讲到这个 罪的破坏性 一方面我们讨神的喜悦是 不难的 但另外一方面 罪有破坏性 任何的罪都有破坏性 当人在罪中 我用这个例子啊 这个人愿意帮助人 将一杯凉水给别人 帮助人 但他一边是利用人 骂人 吵架 他这样做的时候 骂人是蠢财 他所做的神不喜悦 所以一方面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但另外一方面 罪会破坏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帮助我 有什么罪的意念 有憎恨人 有轻看人 不喜欢人 就马上处理 马上说 我不要被他影响 我就整天赞美主 这样的话 我就 处理任何的罪 昨天我用这个比喻 昨天我弹琴的时候 有两个小朋友 你们不要介意 我讲这个情况 他们互相碰撞 碰撞之后 有一个哭 有一个很不开心 两个在我面前 很不开心 很多人是怎么样呢 很多人在这个情况就说 啊 孩子啊 你为什么啊 我们赛金拜啊 我没有这样做 我的内心 还是平安 因为这是他们的问题 我就告诉他们 啊 展开一点 平安 轻松 加美主 我里面 完全不选择 有路气 我见到有人 不听话 昨天我叫你 祷告手 投入祷告 但有些人在玩 但我告诉你 我不放在心上 虽然我希望你 投入祷告 我希望你们 每一个投入祷告 你就有神的同在 但你们有些人 没有这样做 我不放在心上 我不选择被人影响 例如有父母 你的孩子不听话 很多时候 你就会发怒 但我选择 不被人影响 我就平安 平稳 安静 我就能够帮助他 我就不会被他影响 我的情绪 我去整天 我留意到 我有负面的想法 我马上处理的 我起初经历圣灵的时候 后来我经历喜乐 我每次祷告都有喜乐 我非常的感恩 我每天祷告 保持这个喜乐 想到耶稣 哈利利亚 喜乐就来 想到耶稣 耶稣 哈利利亚 喜乐就来 我就保持 这个喜乐 在我的里面 然后我留意到 我被人影响 我就说 我不要失去 这个喜乐 我要处理 有一次 我告诉你 有一次 我与一个人分享 关于我的经历 很喜乐 但这个人不接受 圣灵充满 他听了我说的话 他就不开心 他就发露 他在电话中发露 然后他就挂断电话 他挂断电话 之后我祷告 就发觉没有喜乐 因为我被他影响 圣灵就提醒我 你要处理 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就说 刚才 因为我不能说 我做错 我不能说 我分享的是错 我就说 如果我令你不开心 请你要恕我 然后 但他还是发露 他还是发露 然后挂断电话 然后我就说 圣灵就提醒我了 你处理了 他不接受是他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我就这样一打高手 就有喜乐了 圣灵就说 以后每一次 有人得罪你 有人伤害你 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 任何事情令我没有喜乐的 我就马上处理 我这样马上处理的时候 我就不被任何人影响了 这个就是我的选择 我就是留意到 我整天都要在平安喜乐的状态 我告诉你 我从早上到晚上 有任何时间我发觉我不开心 我就马上处理 任何的罪我马上处理 就不要任何的东西影响我 这个是我常常做的 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 整天选择平安喜乐 这是说我们 我们保持里面 常常是平安喜乐 充满爱心 平稳安静 不被任何人影响 不被任何罪影响 有这个罪的意念 马上处理 这个是我的选择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保持圣灵的充满 随时随地 我祷告 马上圣灵就充满我 任何时间 因为我的里面充满对神的爱 也处理所有的罪 所以我的里面 不被任何人 任何情况影响 希望你们明白 我说这一点 你们觉得困难吗 有没有人想提问呢 你觉得困难吗 你里面不开心 能不能够马上处理 我就说 昨天说的 有神的恩典和人的恩典 也对我们好的地方 神的恩典 另外有不好的东西 人的不好的东西 我们想这些事情 我们有问题 我们可以处理 处理了 我就放手 继续去想没有用 如果你的家园不好 你继续想 他不听话 他什么不好 或者是世奉困难 世奉很多困难 你整天想 也不会改变的 我告诉你 我看到你们 我知道你们 有些人有心学习 但有些人没有心 但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因为这是你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所以我选择平安喜乐 我看到有些人 我在讲到 他在睡觉 他在做其他事情 我不会介意的 但我可能会叫旁边人 拍一拍他 但我不会被他影响 我不会发露 我选择 不会去发露 发露 不会帮助我 我选择 还是平稳安静 想着耶稣 想着天堂 我就常常平安喜乐 我就常常在神的同在 我为人祷告 就常常看到人经历圣灵 这样是不是很好啊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处理生命 你们能够能够说出一些具体的问题 就是有什么问题 你很难处理 就好像我所说的 这样马上处理 你有没有觉得困难的 可以提问 好了 我希望你们就是这样的 你想一想 神帮助我 我亲近神就有喜乐 在这里有多少人 你亲近神马上有喜乐的 请你举手 非常好啊 其他人有没有啊 你不一定要举手 你有喜乐才举手 你没有喜乐 不需要举手 有谁 当你敬拜神 觉得很平安 喜乐的 请你举手 好了 那你就整天这样做 你就整天在喜乐中 你想到困难 你就说 我想也没有用 是不是 你想 问题会离开你吗 不会离开你 所以不继续想也没有用 我就是处理了 这些我尽量帮助 我帮助了 我就放手 这个就是我的审则 所以我整天 是在这种正面的状态 人在负面的状态 你有没有认识负面的人啊 负面的人 你喜欢他们吗 不喜欢 很难相处 是不是 我自己不要做负面的人 我有没有困难啊 有啊 我告诉你 我帮助的人 有些人不听话的 他们有埋怨的 但我选择 我会处理 我会聆听 我会关心 但我选择不被他影响 这个就是 神给我的秘诀 我就整天 我告诉你 我整连每一天 都是这样 哈利路亚 你见到我 永远是这样的 神是爱我的 我爱神 神就喜悦 我就开心了 可不可以这样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就是这样处理 所有的罪 所以我不被任何人影响 而且我相信 神说 他有奇妙的计划 我跟从神 就进入这个计划里面 进入这个计划 我的生命就被提升 用这个比喻 这个阴 天上的阴 跟地上的 鸡 这个鸡整天都看着地上 有什么东西吃 是不是 这个鸡 整天都看着地上 他们不会飞到高处 但这个鸡 会不会整天在地上吃东西啊 鸡不会的 鸡会看着上面 它就飞去上面 它就看到 不同地方有很多食物 所以我们要 是不是做鸡 还是做鸡啊 鸡 这是看到神里面有多好 你信耶稣 你相信神是全能的吗 相信 神是全能的 祂能够帮助你吗 祂能够将智慧赐给你吗 祂能够将喜乐赐给你吗 能够 所以我整天相信 神能够将喜乐平安赐给我 所以我整天都说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所以我告诉你 作为牧序 我们没有另外一个牧序 牧养我的 我没有牧序牧养我的 我是神牧养我 神的牧养最好 怎样牧养呢 我读圣经 我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就有力量 这是神的牧养 你也可以牧养自己 当然你应该接受教会的牧养 但我说 很多人就说 我很累啊 我很有重担啊 我没有力量啊 如果你整天在这个状态 你就活得很苦 我是整天选择 活在平安里面 所以我的里面都是平稳安静 都是开心快乐 都是带着能力祝福人 好不好啊 所以我希望你记得 我们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当我爱神 尊重神 处理罪 我就留在神的恩典 如果人看着困难 整天看着困难 他就留在哪里啊 困难中 你要留在困难中 还是留在神的恩典里面啊 神的恩典 神照顾我 所以我选择喜乐 选择祝福人 选择处理罪 选择喜悦 是不是很简单啊 哈零路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休息很简单啊 很简单 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